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部足球快訊 在週三的凌晨 國際友誼賽將有一場焦點對賽進行角組 到時德國將會主場交手荷蘭 兩隊近六次對話有半數上次打和收場 其中兩場友誼賽比分分別為0比0和1比1 歐國杯即將到來 雙方肯定會好好把握以賽代練的機會 德國今期大名單結構合理 拳隊最老的球員是湯瑪士·梅娜和東尼·卓奧斯 坤34歲 且二人坤為德國披掛過百場 可謂九經沙場擁有豐富的經驗 眾生代方面則由祖書亞金美志和卡爾·夏維斯領銜 後者在上將和法國的較量中擔任正選中鋒 並貢獻了一球表現出色 查姆·梅斯·阿娜和科利安·韋特斯則是年輕一代的佼佼者 二人在上將擊敗法國一翼中有亮眼的表現 科利安·韋特斯有入球 查姆·梅斯·阿娜則順出一次的助攻 同時科利安·韋特斯 還在今季里華古信義軍突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將能夠正宋實力強大的法國兩彈 足以證明德國這套陣容的威力之強 荷蘭今期大名單不枉多樣 全隊有8名球員年齡超30 比德國的9名還要少 他們由隊長韋基爾·雲迪克領銜 同時帶利比連達、佐珍·利奧·韋拿·道姆 以及曼菲斯·迪比這些老將軍再列 當然不犯諸如沙維西蒙斯、高迪加普 和謝利美·費林邦這些青年才俊 必須指出的是 不管是德國還是荷蘭 今期入選的球員中 不犯有球會隊友變成對手的 兩隊之間的球員都十分熟悉 彼此的踢法以及比賽風格 上方今次對話勝負其實並不重要 各自好好演練戰術 為歐國盃作出最後衝刺才是重中之重 拿格斯·曼自去年9月接過德國教鞭 帶隊一共交出兩勝一和兩副的平庸戰績 儘管如此 在他的個人執甲生涯裡 320場比賽贏下171場 勝率都達到53.44% 尤其在凌鋒戰勝法國之後 更加令人對其充滿期望 至於朗勞高民 前前後後一共率領荷蘭進行了31場比賽 教出十八勝五和八負的戰績 而其擁有更多執教簡歷 個人執教生涯一共 率各隊踢了765場 教出413勝159和193副的戰績 兩位主帥曾在2021年有過一次直接對話的機會 當時拿格斯·曼率領的拜人 在歐冠聯分組賽階段 以3比0擊敗了朗勞高民帶領的巴塞 卡爾·夏維斯絕對是德國陣中的關鍵先生 加因他近期腳鋒旁順 最近六場各項賽事一共攻入5個入球 並順出兩次助攻 不管是對阿斯羅還是德國 都是有著相當大的貢獻 因此他絕對是荷蘭金帳後防的重點看防對象 荷蘭的關鍵球員則是曼菲斯迪比 原因無他 他目前已為荷蘭出戰89場 並攻入44球 是陣中不可或缺的攻擊手 同時還在今期大名單上的投號得分手 雖然他在上將大勝蘇格蘭一役中 相對缺乏存在感 但該將之前的五場各項賽事 他一共有17次射門的嘗試 門前威脅力十足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金握 1,0,2,0,2,0.5,0,5,0,2,0,2,0,4,0,4,0,4,0,5,0,4,0,0,5,0,3,0,2,0,5,0,0,4,0,5,0,0,0,5,0,0,0,5,0 深入這場 還有一場 有關 這場 只會離 Toby的是 到一場 再到這場 有一個深尤 是 一個